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学会忍辱也是一种智慧 关于忍辱 有很多很多的办法可以讲 有时候我和朋友一起 遇到了某一件事情 朋友因为看不下去 对方的恶劣态度和行为 而和对方 起了争执 并且还问我怎么能够忍得下去 就刚好有机缘和他讲 这是需要智慧的 你可以告诉他 针对当前这种情况 你已经考虑过了 如果要吵 你可以直接拉他出去 狠狠地打一顿 或者直接拿刀砍死算了 这个时候你朋友肯定会说不好 你就借此机会 赞叹他遇到这种情况 不会起杀心 只是和他吵一架 这说明他也有忍 但有的人遇到这种情况 就会选择有三种方式对待 要么杀他 要么大吵一架 要么数落埋怨 稍微的反抗一下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杀人是不对的 因为他没有罪 所以罪不能忍的是我们不应该去做 你也看到了 吵 不会有好结果 你两个人的身心都有伤害 那个骂你的人会生气 而帮你的那个人也一定会很生气 他不生气就不会帮你 也不会反问你怎么忍得下去 所以你要告诉他生气 这个法是伤自己心的 同时你也可以问他 这件事情对方是错 还是你错 肯定是对方错呀 那你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错误来伤害自己呢 就告诉他这个道理 因为我没有错 所以我不选择伤害自己 比如说你到村子里去了 那里的狗汪汪叫 难道你也哇哇的叫回去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也看实节和姻缘 如果争吵的当事人还在 就不可以说 他要是听你这么说 还不得气死 你把我当狗吗 哎 就更火了 因为我们本身是无声的 是安忍下来的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选择忍下来 甚至连埋怨都不想要 因为埋怨也意味着伤害自己 所以我连埋怨都不会 他之所以吵 就是表示 他对某一个事情一定是不满的 他会难受 受不了才会骂 那是他的心理活动的过程 而我们没有必要和他这种不良的心理活动 而活动 这就是我们忍下来的理由 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身心没有烦 你说忍下来好 还是不忍下来好 如果你不忍下来 别人家里面就着火 你自己家里也着火 别人难受你自己也难受 你不忍就意味着心中一定会难受 干嘛要让自己心中难受 我们想要日子越过越好 就希望未来能够让自己心安理得 为什么不在这件事情上 也让自己心安理得呢 有的人身心安乐 却依然止于外界的环境 外界环境顺我心 则满心欢喜 外界环境不顺我心 逆我心的话 则烦恼生起 心被外面欠覆着 就好比遥控器不在你手上 你家的电视机 要播放什么频道 有别人家的遥控器控制 你刚刚想要看一个什么联系剧 结果别人家一按 看不到了 你想看一个篮球比赛 刚刚看到一半的时候 可是人家遥控器一按换台了 而且你换不回来 你说这样的电视机买回来干嘛 谁又会买一台 被别人掌控遥控器的电视机呢 所以我们就必须能够掌控自己的心态 而后我们的心态才能够横使处于平静安乐之中 否则我们这一辈子的幸福指数肯定不会高 因为外界环境太无常了 1.毕六成如毕独次 一个出家法师说 我们感官的受觉含有 我们追求的快乐 都是从外面的声色香味触法而来 可是外面的声色香味触法 在不断地变动 所以如此得来的快乐太无常了 假如你今天闲来无事 本来想着要放松一下心情 小桥流水 有赏一番 但是如果你的心境是给外面牵动的 过不了两个小时 便会遇上件什么事 又没过两小时 又遇上一件什么事 原本没好的一天就没了 现在的人压力太大了 太多人因为承受不了 而选择放弃生命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能自安 不能自护 说什么要保护自己的儿女 想要保护自己身边的人 可是结果 却连自己的心都没办法保护 我们自己的心 其实是最容易受保护的东西 比我们的身体 还要容易保护 当我们经历过的地方 长满了刺的树叉 知叉或者荆棘时 我们一定会知道必然 如果不小心被刺 支 勾劳牵绊 也会想办法 把它松开 或者干脆绕道而行 对于身体上 能够有这样的保护 何况我们的心呢 我们的心也如此 也需要学会绕道而行 不要和那些不良的色 生 香 味 触发 去硬捧 如果是硬捧 那就是走到刺堆里面 去了 所以一定要学会绕 心 要学会保护 可能有太多可以伤心的东西了 总的来说吧 能够伤到我们心的 无非是色 生 香 味 触发 这六种 实际上的都是刺 所以 阿罗汉 必六成 如必毒刺 阿罗汉认为 成根 相处有三百毛刺心 就是 只要他的眼根触到某一个色尘了 或者耳根听到某一个声尘了 对于他来说 如同三百毛刺心 所以说 尽量不要与六成 特别是 不要与外面的五成相触碰 把本来的美好的日子守护好 因为一旦触碰 必然心生烦恼 就像大臣菩萨一样 当大臣菩萨和外面的六成触碰之时 他知道取舍选择 知道回避 就好像一条沿途 有很多次的路 声闻人道子 会想这么多次 我干嘛要走 他会选择离开 但大臣菩萨到了 为了众生 为了利益 一定要去 所以选择了 规避 转折之后 就会安然的走过去 也会安然的走回来 所以对于那些不好的声音 我们要学会退避 规避 不能直接的 去和这些刺的硬碰 如同有人责骂我们 责骂的语言越刺心 就表示这个刺 越伤害 越厉害 就越不能冲过去 而是要 选择避让 当你遇到了刺 最终也会被它勾到 但是 能小心收拾 松开剥离 也就出来了 所以 争吵的语言 就如同山上 遇到的刺 会刺心的 如果到了山上 遇到了刺脚 刺手的地方 是选择回避 还是选择怎么样过去呢 曾经听我祖母说过 我有一个亲戚 二十来岁就死了 她就是在 那种上山的路上 被刺勾住 根本不会把它松开 而是直接走过去的人 每次去山上回来 身上都是一道道 被划得血淋淋的 她说 刺是死的 我是活的 我怕它 我熬不过它 可是 知道避让才叫活呀 不能 就这样直接冲过去呀 后来二十多岁的时候 有一次路上 有掉下来的电线 她要去捡 很多人拦她 她不知道别人 为什么拦她 人家说这是有电的 她说这根电线 我怕她干什么 跟她说不清楚 她就强行 把她拉回来 又回去吃饭 结果饭没吃饱 她又偷偷地 自己回去 捡那根线 她就不相信 这根光不溜秋的东西 有什么可怕的 于是 她就这样被垫死了 其实她能够 活到二十岁 已经很不错了 她小时候 我是去看过的 真的是无法无天 她带着我们去河边 去抓鱼 去抓泥球 然后全部搬回来 放到冬天 烤火的火炉上面去烤 带到虾 鱼 挣扎几下 不动了 她就拿起来吃 她说熟了 不熟 肯定会动 不动就是熟了 她就是这样一个 完全不管不顾的人 能活到二十岁 已经算是奇迹了 道理其实上都一样的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你不顾身体的安危 刀枪雨林 不知道回避 用现在的话叫做恶搞 你恶搞你自己的身体 那么身体就会扛不过去 像我那个亲戚一样 扛不过二十来岁 我们的心其实是最好的保护的 为什么 为的是躲起来 看不到 你的心被别人刺到的时候 像那些跳楼的人 基本上都是心被伤到了 心伤了 伤掉以后就活不下去了 二 学会忍辱 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心 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 我 羞忍辱 我忍下去了 原因是我不想让我的身心受到伤害 心是最宝贵的呀 但是我们的心要有谁来保护呢 肯定就是我们自己保护 所以保护我们的心 能够让它端正 健康地伴随我们的身体 行在那菩提道上 这就是我们要忍辱的原因 现在无论各种病 无一不与心受伤有关 所以人们会买一点消气丸 稍微消消气 受不了太多的气嘛 但是每个人身上的种种病 是因为 要么过去是 要么现在 要么小时候渐渐地在路上 我们的心受到了很多伤害 于是我们就抱怨这个 抱怨那个 埋怨 我们的身体被谁割了 被谁刺了 但是现在要明白 终极原因就是 我们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心 所以我们才会处处受伤 一点点小的事情 就把心拿出来和别人斗 抵抗是要用心的 遇到种种的刺不但不回避 还把心拱手相让 任人鞭挞 这根本就是理应外合 外面是外贼 你自己是理贼 人家攻城的时候 你赶紧把城门给打开了 欢迎进来 你说你的心不受伤 谁的心受伤呀 佛教导我们 六尘如箭 要紧紧守护六根门 防止六尘之箭射进来 我们倒好 但凡外面有点动静 一点点声音 六根就会全部打开 箭通通地射进来 那心必然受伤害呀 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把六根之门 想办法让它关闭 大概很多人 都会觉得消息灵通好办事 但是总喜欢耳朵竖起来 东打听西打听 但实际上很多消息灵通 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啊 我们不能够随进 但是我们得随缘 随进和随缘要搞明白啊 很多人自己明明是随进转 但是他们却说 随缘 菩萨是不会随进的 但是菩萨会随缘 什么是缘呢 就是看起来势力的轻重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哪里了 不能人家打一个电话说 你一定要过来呀 然后你就去了 得看善恶轻重 哪个缘善就印哪个缘 哪个缘重就印哪个缘 有时候朋友请我去吃晚饭 我说要是到了那一天 没有其他的缘出现的话 就会随缘去 如果有法方面 一丢丢的缘出现 就没有办法去了 因为法缘是善的 去和他吃喝不是善的 如果没有完全的法缘出现的话 同时又有好几个朋友都说 你要去呀 我们好朋友好多年不见了 不去不好 那就去 如果法缘出现 那我就没空 按照缘的轻重善恶来抉择 不能轻易的 随外面的六成去走 一个劲的变动 你就变动 像是一条小狗 你抛一个东西给他 他就去咬 抛到这边 他跑到这边 抛到那边 他跑到那边 会跑到忙死 如果我们都随着进转的话 我们的心会憔悴 就会累死 所以我们的心 如如不动 不受外界境界所影响 不管外面有什么样的恶法 要现前了 我们都要保持不动之心 至于身体要怎么样变动 那就随缘 心不能随进转 身要随缘动 能够这样 我们的心 才不容易受到伤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永远不会孤单 我永远不会孤单 我永远不会孤单